好来看一个画面嘛 总统怎么会帮太阳花学运加油打气呢 好像有点太尴尬了吧 总统是在参加国家艺术中心成立大会仪式 结果呢在这个仪式典礼是安排总统跟嘉宾按打气筒 象征为台湾的文化打气 但是总统的打气筒却巧巧的被别上了一朵象征是学运的太阳花 那么总统就非常的卖力而打气 结果看起来就好像是在为太阳花打气 不过文化部有解释是厂商人员的疏失 以后会慎选合作厂商的 好接下来我们有最新消息传进来 来听一下行政院长将以华国做的最新的文明 以及三波地的灾害之后 我们对于这个地质调查的相关法案有很高的共识 大家同意在一个月里面就把它完成立法的话 那么我们大概也不会担忧 可是到今天为止 提出来要求先立法再审查的声音 不管是占据立法院的学生或者是民进党等等 都没有人保证或承诺说 在多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愿意以负责的态度来尽速完成立法 在这样一种没有立法旗程的承诺之下 如果行政部门轻易的答应外面这样的一个诉求 说我们同意等到完成的立法再来继续审查 我要向各位报告 我们实在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 才能够继续审查福贸 而这也就如同各位 许多先进刚刚在发言中所指出的 这样的结果当然也就意味着 我们不要讲说是福贸本身 还有后面的货帽遥遥无形 我们连这个监督条例可能在立法院都要卡上 一年两年也不一定 在2016之前 我们在经济方面的努力 这一块将看不到任何的建筑 而相对的我们只会看到台湾的经济的实力 一天一天的衰落 作为一个负责的执政团队 我们必须要向各位先进 以及我们全国人民报告 我们并不怕监督条例立法 但是我们怕的是用这种名义 不断的拖延这个立法 以及我们一些应该签的协议的签署 而进一步又影响到 我们要加入PPP跟RCEP的失程 这个才是令我们真正担心的 另外我也要向各位报告 其实我们去主张监督条例的立法 跟服务协议的逐条审查 可以同时并行 虽然在时间安排上我们还要费心 但是就一个立法的观念 跟原则来讲 并没有说哪一个是因 哪一个是果 哪一个一定要前 哪一个一定要后 这样一个立场 是我们应该要去坚持的 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坚持 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从我们最近所做的 也都发现绝大部分的国人是支持的 并不是像某些人所以为的 大部分的国人都只要求先立法再审查 相反的我们从最近所做的民调 都发现我们对社会大众所说的 这两件事情可以平行进行 这样的概念 所获得的支持 是大于要求先立法再审查 所以我们并不是在一种 完全没有民意的支持基础之上 去推动一件正确的事情 我们又有信心 我们所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因为 支持并且了解的民众 大部分是沉默的 但是沉默并不代表没有人支持 虽然现在做相反主张的一些人 不管是要求先立法后审查 或者是像前一个礼拜 所大力疾呼的要退回胡茂 仿佛在许许多多的地方 都看得到他们的声音 看到他们的声势 可是事实上台湾社会 绝大部分的民众 并不知什么样做 因为冷静理智的来思考 其实大家都还是知道 胡茂应该要尽快通过 它对于台湾力大一弊 并且对于未来我们的所有的经济发展 影响深远 就如同各位回到选区的时候 会碰到许多的选民来跟你反映 他们对目前所发生的一些乱象的忧虑更不满 我也一样 在下班的时候 在周末的时候 我到处走动 会碰到许多 完全不认识的 我们的国人同胞 不管是在便利商店 在公园 或在街道 我今天已经很难 以别的脸孔 来让人家不认识 大部分一眼看出我的人来 会走过来跟我讲话 我要坦白的向各位报告 我在过去这个礼拜里面 所得到的这一种 鼓励跟声音 虽然微小 但是真实 他们存在 而且很多 所以我始终并不觉得 寂寞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立委先进也一样 好 各位观众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 国民党党部 在今天的会议当中 那么行政院长江一华 他特别针对学生们所提出来的 即将要退场 那么也做出了回应 不过他强调的是 先立法在审服帽 管不积极 而且其实会拖到后面的 破茂的这个协议进度 也因此呢 那么他特别强调的是 那么先立法 在审查实在是会 有所阻碍 对于台湾未来的经济发展 好 等一下回来 我们还有更多的讯息 请用给您请继续锁定 稍后终点准备